一鹿水再看不见 虽然已经上映一段时间 电影看见台湾依旧震撼人心 多位社区长辈 每周三下午都会到 士林天狱里民活动场所聚会 有时候是健康讲座 有时候是理财规划 而这天大伙是来看电影 顺便分享心得 最重要是从基层开始做起 让我们知道台湾各种不同的样态 而且有一些所谓的天灾 或者是有一些美景 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了解 这新任的里长 他有办了这个里民的活动中心 所以让我们很多里民 都可以借着这个活动中心 来互相的交移 天狱里长潘景雄虽然上任不久 但他积极推动里政建设 首先就是成立里办公处 让里民有共同的活动空间 此外他特别针对音法族 安排各项活动 像是插花 舞蹈 电脑教学等课程 要让长辈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课程都不一样 都会有变化 各礼拜有四天 四天的当中 让里民的年长天天有去处 天天来我们里办公室 来聊聊 喝喝茶 大家都可以认识 彼此的对礼上的建设 也可以告诉我里长 接下来 潘里长打算任养里内 两块闲置公有空地 分别作为里民活动中心 和艺文活动场所 希望能在四年内 完成所有竞选政见 让民众验收成果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导 休息回 hungr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划渠 较调